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朗朗乾坤 妳說為什麼今天要到晚餐? 我們現在在一個需要付錢的貴賓室 是的 我們現在在使用這邊的餐點 可是這邊的餐點呢 我只對麵包有興趣 做一下我們今天去哪裡? 我們今天去... 我們今天要去的是雜晃 現在在貴賓室等待 所以我們不要就跟進 妳先幫我看一下 這個冰箱什麼時候烤好 我去日本第一件事就是先買鹽飯糰來吃 一天我至少一餐要吃一顆 不吃就會批笑 那鹽飯糰跟螃蟹呢? 鹽飯糰 那鹽飯糰跟夾鹽飯糰的螃蟹呢? 鹽飯糰 那鹽飯糰跟夾了兩顆鹽飯糰的螃蟹呢? 這什麼? 最後的選擇是... 阿米瓜 那妳要不要吃阿米瓜? 妳要不要吃阿米瓜 妳不要到時候等台巴士都這樣走 我們現在在去飯店的路上 我們先來了一個景點 巨石症之類的吧 是雪 哈哈哈 妳剛剛不是說V6份嗎? 喔是雪 嚇死我 那等一下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等一下要去飯店 去飯店完之後我們就可能化個妝準備一下 然後我們就去雜房的市區裡面 雪拼一波 夏拼一波 今天就交給妳了 好好工作啊 搞什麼? 我這樣是不是很醜阿? 這樣子有點像 愛吃寂寞人的感覺 我要拿著一隻 魚叉 只要吃 就不敢吃 好 大概是這種感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現在要去吃飯 因為我們一整天都還沒吃飯 日本人 真的不太會按喇叭 你真的擋在他面前這樣 你那要另當別論 對不對 好來好去 和氣身材 妳看 這城市建造得多一點美好 我覺得我早晚 等一下會坐在地上的 你走在這個路上 然後你會覺得自己有點像頭北極熊 哥哥 人家是星星 他有什麼雪橇喔? 哇靠 上學做雪橇耶 他真是 他是雪橇球還是一樣 好啊 然後我們狂滑 陣靈了 我是這裡的雪山之王 很像 很像 欸其實這邊真的就是沒什麼人耶 很像一個鄉下的小鎮 那就在這邊吧 掰掰 好冷喔 那你可以來一點冬季練格的感覺 那有假你們 好吃飯 吃飯 我點了最基本的雞肉湯咖哩 然後你看我的 因為我的在微笑耶 他是那個 獅子王裡面但是猴子啊 這個很像對不對 很像真的很像 我現在買了那個烤蕃薯 你知道 在台灣看到的蕃薯都很少了這個 在台灣的都是冷凍子地瓜 然後在韓國日本都是這種紫色的現成的地瓜 喔 薯米斯 老闆招待什麼 喔 好吃耶 可是我的牙齒有敏感性啊 所以我牙齒好痛太燙了 好喝喔 吃到那個地瓜 只有一句話想說 不好意思 好漂亮喔 你們在幹嘛 唉呦 我們還在幹嘛 我們支攝影 有一個日本傳說是 日本的章魚燒裡面的電源會 董 喵 帚 賟 騙人的好不好 沒有 是真的 他會這樣 Let's go 董 喵 喵 寬 喵 喵 動 喵 喵 帚到有人 每天早 quem역經歷這樣的痛苦 你看隔壁的車他們都把原始要拿起來 太高端了吧 所以他們直接用掃就能出發 我們從早上大概八點多就出門了 然後就為了來這一個要開四五個小時的地方 北海道狐狸牧場 現在已經是日本的大概三點 我們再開回去大概已經八九點了 你們知道嗎? 這地方長什麼樣子呢? 長這樣 然後這是我們的發票 我們要趕快去 不然他最後入場的時間快到了 這邊有一隻特別胖的那個狐狸 這代表他偷的東西很多 吃得很飽 所以他們吃毛巾吃圍巾 沒有啦我們還去賣錢 賣完錢沒有 這還沒事 真的好兼詐喔 我們介紹的控制就是 有一個狐狸在樹上 哇好可愛喔 他在幹嘛 你看他你有沒有看到那一隻 有 想請問一下洛先生來這邊的感想 這邊的狗真的是太可愛了 這個有如在我們當地呢 有一種流浪動物之家的感覺 這裡的路途好像聽說有點遙遠 對這裡的路途非常的遙遠 就像唐山這樣要去 吸睛一樣 那對於這個你有什麼看 幹 聽說你這次改造的那個 喔不好意思那是Tony老師 我覺得非常滿意 欸不是 這是我 就是可以講述像你剛剛做了什麼事情 我開了四個小時的車程 到這邊之後 就這麼小 那你會建議製作單位 不要再與這個狐狸場合作嗎 我是建議製作單位 你狐狸透的東西耶 喔真的嗎 我們這邊北海盜牧場 最有名的就是打妹博 我們現在去訪問他 咖啡啦 藝術啦 打妹 那這個 繁殖棋進去 那我們剛剛訪問的結果呢 就是打妹 我們剛才吃了很樸實 通道的燒肉 就一直吃羊一吃羊 然後只有洋蔥 什麼肉都沒有 然後別桌的就超級豐盛 然後我們就一直看別桌 那我們現在出來 我們現在準備要回城 然後我們先來買 肉包子 所以我們這個是肉包嗎 你看我這樣好有feel喔 這樣子 欸 太有feel了吧 肉包包 哇厲害耶 我一掀開就一根毛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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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真是衰 這個小鬼 啊不是那個狐狸 對 他好像是頭蜂 聽說他們是 小偷之家 他的名字就叫做 北狐小偷牧場 看到這個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什麼想法 我會把我大膽的想法收起來 那你要坐在這邊稍微思考一下嗎 好啊 哈哈